Konichiwa 我是小姨 今天我们要学的讲明是 Ta-chi-tsu-te To 和Na-ni-nu-ne-no 好 跟我一起念一下 Ta-chi-tsu-te To Na-ni-nu-ne-no 好 要注意一下的是 首先这个chi的写法 有没有觉得chi长得很像sana 我们来看一下 sana的写法是这样写的 一横 一竖 半个圈 那么chi的写法呢 是一横 一竖 也是半个圈 注意 Sa的小屁股是向左边扭的 chi的小屁股是向右边扭的 不要搞错了 那么还有就是 这个nu和ne比较难写 我写一下给你们看看 首先是nu nu有一点像中国字里边 好 好字 好字的连笔字 他首先是先画一个叉叉 然后不要停 拐上来 那这个就是nu了 然后ne ne跟nu的右边比较像 他先是一竖 然后一横 下来 跟ne的右边一样 跟nu的右边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nu 这个是ne 好的 好 其他的写法呢 app里边会有 你们自己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就发微信给小姨问一问啊 那么今天我来给你们讲 我们要学的几句话 首先第一句话呢是 谢谢这句话 arigato 因为你们的假名还没有学完 所以上面 我写上了英语拼音 罗马兹拼音 来给你们标一下 那注意这个 这个r跟i这个地方 不要念成r 它实际上应该念成的是li 因为日本人都不会发这个r的音 他们都把r发成li 所以应该是 a li ga do 那么最后这个u呢 这个u是不发音的 它是把这个to的发音延长就好 to to 不是to u 把它连起来to就可以了 a li ga do 就是谢谢 那比如说 爸爸妈妈做了很好吃的饭给你们 那么我们要谢谢他 就说 a li ga do 好的 那么下一个 下一句话呢 就是不好意思 在英语里面我们会有一个excuse me 就比如说呢 前面有人挡住了你的路 想让他帮我们让一下路 就会对他说 すみません 那么这个un跟前面的se连起来 连起来读就是se se すみません 读一读看 好的 这就是前两句话 下面第三句话呢 是对不起 这个跟sumimase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起就是说 当我们做了错事的时候 向别人道歉的时候 用这一句话 gomenasa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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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的 对不起就是gomenasai 那么这个me跟n连在一起读 me me 所以他不是me n 而是me gomenasai 对不起 gomenasai 好 下一句话呢 就是我们每天回家的时候 要跟妈妈打招呼 对不对 我回来了 那么妈妈也会回你一句 啊 你回来了 那么就我们下来就学这两句话 首先第一句话是 他大一妈 他大一妈 那么说了他大一妈以后 妈妈就会说 那么注意这里边虽然写的是ri 它的读音也跟上一页的这个 arigato的li是一样的 不是读r 不是读r 而是读li 那所以是 o ka e ri o ka e ri o ka e ri ただいま o ka e ri 好 今天我就 我们就学这么多 有问题的话 就从微信上问小姨好不好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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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